台东县府去年首度推出了铁花灯之际活动 那么获得了热烈回响 今年宣布4月4号将再度在铁花新聚落K半 到时在夜晚晚间会有花海 蒲公英 蝴蝶等灯饰点亮 让民众体验璀璨缤纷的春日风景 夜色中百年加冬树在灯饰点缀下多了一层神秘氛围 周边还有玫瑰花海以及各色各样的蝴蝶围绕 台东县府4月4号将推出2024铁花灯之际 规划繁花盛宴主题系列灯饰 每日亮灯时间从晚上6点半到10点半 让游客体验璀璨缤纷的铁花新聚落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春天 所以我们铁花灯之际现在是以春天这个概念为主题来去做布展 那我们在铁花新聚落这边原本是有一个围理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整个拿掉之后 然后重新做整收 我们现在这个铁花灯之际是以百年交通树为一个中心主题来去做布展 铁花灯之际去年首度登场就获得热烈回响 成为台东热门打卡景点 今年再度回归把原有的围理打开 打造开放空间 灯饰设计更充满巧思 仔细看可爱的小瓢虫翅膀缓缓缓一开一合 高大的蒲公英让人仿佛走进童话世界 旁边呢我们的小木屋这边 也有很多的可爱童趣的蒲公英 还有我们在百年交通树旁边也有很漂亮的玫瑰花海 这些呢都可以欢迎民众呢 就是吃饱饭之后呢 可以到铁花熏聚落这边来走走看看 铁花灯之际近日陆续试灯 以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直呼看见灯海相当惊喜 入夜后还能享受春天繁花盛开的感动 记者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